大家好,我是五仔 大家好,我是OK仔 是不是葉劉博入閘? 這一期多話說 請大家給個like 支持一下我們的Patreon 五元雞希哥服侍周到 無廣告 就回答問題 比較有些系統性的問題 希哥也會 克服,希哥還有 是的 我也看到有些留言很激動 冷靜點 說些時政的話,大家就當成花生蒜 沒錯 葉劉,熟兒娶美女之外 似乎他有一顆赤子的心 嘩,赤子的心 正所謂去到人 在政府,服務了政府這麼久 這個我一定要說,希哥笑 他一年燈 他一年燈 我講的這句,他的態度是這樣的 他每次被港女長腿穿旗袍 每次都被他騙進去 每次都是葉劉 哈哈 一次就中了一招 他每次都很色 小野貓 小野貓,港女的 一擊進去,全部都是葉劉 對不對 我覺得連登看到葉劉有很多粉絲 很多粉絲 連登仔不喜歡四眼妹 是喜歡穿旗袍的 沒錯 當然 有說港女長腿那些 床女美女 一定是他 我每次都被他騙進去 是嗎 被人騙進去,每次都是葉劉淑儀 不是,我每次看到 一定是葉劉來的 嘿,那就真的是葉劉 那整個美女做特首可以嗎 嘩 她的心就有了 正所謂呢 有心有 那天才在搬貨,怎會沒有力 是不是 齊齊賺食 當然 為何這麼說呢 今次這一集節目 我們說一說葉劉 就說她出來在電台節目 批評政府的機意識很低 沒有早安排院舍被長者接種 依然說到疫情之下 這一屆政府安排的種種的問題 更加就說到 葉劉 就說到林鄭每天開記招 就浪費精神、浪費氣 更加說到說 說話多就找笨實 不是 葉劉就說 言多必失 他說是,說多錯多 沒錯 說她說多錯多 不如你用心點去搞好些事情 的確是的 去到某一個位置 我們都要 有時候葉劉 局外人看的事情 就未必跟局內人看的事情一樣 對 那時候她當保安局局長 他有做過的? 當然 他負責做的 他負責做的 那時候天下都是很太平的 那段時間為何搞到 董伯腳痛 是不是 那或者 那是甚麼事 就是他幫忙去 那些人是這樣的 叫做銷售 他幫忙買這件事 那段時間 最後呢 就是 是 好笑 看到另一個網桌 怎麼形容葉劉 葉劉 說她是心功怨腐 說她是心功怨腐 真是壞 葉劉是一個美女 你不要這樣還別人 是的 厲害 今天論點也好 你每個人對葉劉 那種解讀葉劉 都只是說葉劉 也有時間去講 葉劉也有很多排頭 有甚麼排頭 又說 長腿美女小夜貓 真是 心功怨腐不買膠 對 厲害 好了 今天講一下葉劉淑儀 在電台節目 批評 政府在長者接種疫苗工作的危機意識很低 葉劉指出 根據外國的經驗 疫情下 院舍長者感染疫情之後 死亡風險大 認為香港應該參考英國的做法 他說如果長者沒有認知能力 應由醫生與病人最佳利益去判斷 適不適合打這個疫苗 並且由專業人士 去向家人解釋好處和壞處 去到這個時候 一會兒 又會被人說 如果香港政府 根據英國的做法又說 不行 你這些不是跟西方的做法 又被人罵了 你知道那時候 只是說那個排頭 都說了三五七天 什麼排頭 大家記不記得 要集大發聲 大家要停 對不對 那你 你還說參考西方國家的做法 因為這件事 當然 我曾經說過 一件事就是 Omicron 在歐洲 現在說 原來他們中了一隻 BA.1營 無論他什麼營 總之都是類似 Omicron 那時候 橫顧 就算林鄭自己 都開記招的時候 都說他看到西方社會的環境 橫行 醫療系統的失事 這些失誤打爆了 其實他們應該有先知先覺的 沒有理由 到一隻人來到香港的時候 重韜覆轍別人的錯誤 是不是 那麼葉劉呢 就說 應該 你是不是應該要 選擇別人的做法 的好處 取他人之場 是給別人的好東西 你一早就放下來了 沒有理由 你什麼都不做 站著站著站著 好像很奇怪 葉劉呢 葉劉呢 就批評政府 他說 對這個接種計劃 是順其自然 什麼叫順其自然 就是佛系 哦 說打針他是佛系的 他說 他覺得政府 叫人打針 就是佛系 哦 他覺得政府 他覺得政府 不算佛系 都不算 都迫得寵物太緊了 其實不要說迫 令到 其實 我應該這樣說 這個事情 我覺得要讚政府 他出了辦法 令到一些人 撲倒去打針 是啊 香港很高接種率 對 你說他佛系 佛什麼系 政府 不知道在某方面 有多努力 正所謂 有些位 香港人一看完新聞 就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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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肥媽出來了 浪費 要什麼 要什麼 我隨便在新聞稿裡 寫一些新聞 人家 已經蜂擁到打針的時候 要什麼 超市禮卷 對不對 其實這件事 我經常都說 香港人其中一個基因 排隊 不是 這個是其中 執書行頭 另一個 還有呢 說髒話 怕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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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縮骨 射箔 老蜜桃 還有怕死 到這些位置 很厲害 當然 你看到那期死亡 確診數字這麼高 香港人 我最記得 有人說 未去到五萬多一天 那時候 比再之前 過年前 過年前 之後 我忘記了 過年前 好像 已經 人們聞到 未見到疫情 開始慢慢上升 那時候 幾多人去打 不知第幾多針 是不是 不是 是去打 去打 去打 問題就是 香港已經是自己自覺去 所以不用超市禮卷 那麼 葉劉這個所謂的 順其自然做法 我覺得 政府又 沒什麼問題 對不對 說到說 有專家建議 用一個推算的感染人數 去計算死亡率 葉劉認為 其實 你們這些所謂的數字 全部都是估計的 很難得得到共識的 所以 就算是怎樣 你拿一個位子 你說要怎麼算也好 其實到最後 大家只有一個故事 好了 說到說 葉劉現在出來 說了很多 剛剛 他又說到 批評政府 佛系打針 叫人打針 那 還有 剛剛說 林鄭 赤膊上陣 赤膊上陣 赤膊是解不穿衣 是啊 打大赤膊上陣 林鄭不要嚇我 每天 即是說自己來 那些事情 每天 開記招 很浪費精神 言多必失 葉劉這期 說話好像很多 更加會不會提及到 關乎 你知 很近選舉 對不對 正所謂選舉到 博出位 對不對 出不出位 我不知道 大家看看 說到說 有行會 成員 陳志思 早前表示 有很多 從事亞太業務的企業 已經遷離了香港 預計 再回香港的機會很低 這樣說 又認為 到了香港隔離 檢疫不適宜太長時間去做隔離 葉劉認為 他的言行 即是他不代表行會 又指出 政府應該建立公眾溝通的團隊 又表示 現在由特首赤膊上陣 每天開記者招待會 是很浪費精神 不是啊 林鄭不是說她很不累嗎 她從來沒有感到疲勞過 她 是啊 她說一下 出來開會 進去開會 有什麼累 不是啊 林鄭也有 去帶一些中央的中醫 即是走走走走走 接待賓客 是啊 她有身體力行 走走走 嘩 我們走走 如果你走走都累 怎麼做領導 當然 起碼拍力足 廣道說 廣道說 對這個 接下來 會不會選特首呢 說到葉劉淑儀 過去兩屆都宣佈過參選特首 但是 她說 她想的 宣佈過 她都一把年多 要的 問題就是 她連續兩屆都拿不夠票 拿不夠入閘的票 她說拿不夠提名 還未問到呢 接下來呢 今年 有沒有收到一些提醒 不要參加選舉特首 會不會有些壓力叫她不要參加呢 有人叫她不要參加 就是會不會有人叫她 被問到 你也知道 你也排過兩次 報過名的 她是想的 想入閘火噴噴 彈走走花蹄 雞公頸 說到葉劉就表示 不評論有關報導 亦都不方便評論任何人參選 至於 下屆特首 候選人來自行政會議有多大機會呢 葉劉這樣說 很難說的事 事在人為 這樣 嘩 好像留些尾在那裡 是的 葉劉 畢竟在政府也打溫了一段時間 更加做了這麼多地區工作 這個時候 說話又有少少對著政府 現在的政府 就是批評的聲音 對不對 好像有自己的意見 葉劉會不會真的被譽為 另一個神秘人物這樣登場呢 這個特首選舉 是他嗎 是的 你見他這期都說 做得很行的 做一些地區工作也是 是的 你見他 直接是行機 下來試雜 全部都做足功夫 有沒有去重化 不知道 應該下來了 焗硬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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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做到火噴噴 你看到葉劉淑儀的心 是很為香港的 對不對 像你最初所謂的赤子的心 赤子的心 為什麼呢 真是純純的心 那你一火熱心 那你去為香港做事 做實事 做實事 下區 下區派這些物資包給居民 出到去又不會被人揹的 是的 那就很好 那在連登又受歡迎 是啊 美女當做特首 真是不得了 真是不得了 那去到這個位置 即是說到說 會不會真的選特首 就不得而知 暫時都還未知 好了 那對於林鄭 現在現屆政府做的事 她又覺得好像以往 做得不久 或者比較慢 更加說到一些軟性的問題 好像現在這樣 林鄭 其實某個位置 我又覺得是 之前我們覺得 說到這麼多中醫有多厲害的時候 林鄭在近期 先說請示中央 覺得中醫 對這個疫情有些幫助 更加說到 林鄭親身帶隊 是不是 第四批內地專家 抵達這個香港 就說到是中醫藥的專家團隊 所以林鄭就希望 能夠借鑑內地的經驗 學習 如何運用中醫藥 看來中醫藥這次 真的再彈起 我們都說過一次 是不是 真的 去到這個位置 竟然現在才找 你早不找前不找 真的去到尾段才來找 確診數字 比較慢慢 橫行兼向下 這個時候 竟然拿來找 有什麼意思呢 現在才來做 對 前做早不早 不是 現在才來做 有什麼特別之處 他現在才覺得中醫有用 還是真的聽到你誤仔說 中醫藥就有 聽到你誤仔說 是吧 不關我的事 當然是聽到鍾南山說 當然是 關我們什麼事 講到說 這個援港的內地中醫專家組組長 就講到說 將會去方艙、安奧院社和社區實地考察 蛤 那會不會是幫安奧院社手呢 難道真的聽到葉劉說 喂 你特區政府對安奧院社的院友 好像說打針慢 防疫慢 什麼都慢 現在又好像滲滲的人過去幫忙 講到說 會不會用中醫藥去幫助老人家手呢 其實林鄭也說過 之前有三批內地專家來香港支援 提供一些流行病學 治療重症 甚至乎整體抗疫的措施幫助 至今 這批加了七個人的醫療中藥團隊 其中副組長 即是廣東省中醫院副院長張忠德 講到說 他兩週前已經跟內地300元的醫療團隊來了香港 一起在阿博和醫館的人員一起幫忙做事 講到說 林鄭現在強調 好了 沒聽過這個說法 是這期才能聽到的 林鄭說才能聽到 中醫藥對於減少重症和死亡個案卻有成效 喂 一早就用了 你不要現在才說 那時候還說吃披薩 真是麻煩 一早就說中醫藥有辦法 三藥三方 那時候聽到的 那些豬流媒體又不說 那時候的專家還在說 有些專家在說 什麼 沒有什麼證據顯示 又說美國那些食物什麼差差 對 立刻被人瞄了 那部分被人瞄了 你還敢說 還敢說 人呢 我也明白 有時候大家不清楚 不了解 不要亂說 你可以去 有質疑的態度 沒有問題 但你直接是否決了它 我覺得 妄下判斷 對不對 說到原來 內地中醫藥曾經在內地 多個省市應用 林鄭這樣說 因為 除了很多患者康復 她希望可以跟內地的經驗 向他們學習 如何運好中醫藥 你問一下香港的中醫 就知道了 大家只是讀過那些東西 並且給內地團隊 為長者 提供更多治療的康復服務 重點是 林鄭這次找中醫來 是幫助老人家 是幫忙醫老人家 因為說到 有很多長者 在安老院社感染 她就說 向剛才我們說的 這個副院長 張忠德 去幫忙看一看 巡視一下安老院社 並且提供一些建議 她們的 因為說到 現在 其實看得到 尤其是之前 天津、安陽那些爆疫 她發現Omicron 有一個特點 就是 跟以往病毒株不同 特別 在上呼吸的徵狀 例如咳 喉嚨乾、喉嚨痛 不過 說到這些事情 他們有辦法去解決 尤其是中醫藥上的治療 尤其是 為長者 之後如何調理好身體 都是一個幫助 這件事 雖然給林鄭 好過沒有做 好過沒有做 好過沒有做之餘 你至少幫助別人 幫助老人 調理好身體 對 不是只要 你打針 吃粒藥 然後就四個大字 對嗎 其實到事後 這件事 好像葉劉那樣說 你會說 慢啊 後知後覺啊 不做不覺啊 不說不錯啊 這些言多必失的說話 你說 是不是真的 真是呢 其實我自己覺得是50 50 但你 貴何一個特首 一個地區的特首 不說的時候 就被人說 唉 你們都不肯出來 澄清一下假新聞 是不是 真的 然後轉個頭 林鄭就決定 說好啦 出來啦 每天跟大家公眾交代 這麼多事 跟著 你們又出來說 唉 每天出來可以記招 很浪費精神的 說多話 錯多的 那不如不要說 你想一下 到這個時候 林鄭都不知道 向左走 還是向右走 是不是 所以說 當局者 就未必迷 你反而 局外人 你可以看得更清楚 但是同時間 有些人 有些位置 你看得不清楚 你又怎知道 林鄭現在受到的事 是不是 當然 你可以說 她是你師妹 是不是 林鄭是葉劉師妹 都說了 那 那 為什麼中央 這個時候又不找她幫忙呢 是不是 或者不找葉劉 坐這個皇位 寶座呢 這樣 坐不坐得下 她 正所謂 不是 她也是 其實我們整個研究 都是她是駁 但是 說明就是男人 你 喂 是啊 想不去又老虎屈指一算 不是 有人這樣說 有人說 有人佈留了 又說有人辭職 現在沒有看到有人辭職 有 我們說報紙 又說這個星期將會有人辭職 報紙這麼寫 所以報紙也未必是真的 報紙到今天 星期二 遲了 遲了在哪 還未遲 是否真的遲到 總遲呢 不知道 官民論點都好 我覺得自己 去到這個位置 是不是真的未到呢 還是真的原來 有其他人出現呢 這件事 如果其實是 我們那天說四位 四隻黑馬 這樣寫 這四位熱門的人選 如果都不是的時候 會不會真的 葉劉可能覺得自己有機會 不如這段時間 出來 做一些事情 給別人看 吸引一下眼球 這樣 別人的感覺上 咦 真是有心的 這樣 可能真是欣賞你 這次 正所謂三顧草勞 都可以請到諸葛亮出山 葉劉兩屆參選特首 都是滑鐵路 是不是 這次 如果他真是又來 又捲土重來 第三次 會不會真的說 好 中央都覺得 孝錦動天 被你的真誠打動 覺得你也有這樣的能力 看得到 你平時做這些地區工作 都是有心有力 雖然 你用年紀去比 就好像 嘩 比較大一點 但是看你的表現 甚至乎看你網上的評價 嘩 這麼多漂亮的網名 嘩 可以 都不奇怪 這些 會不會真的暗勇 因為你報紙寫說男人而已 對不對 女人可能暗勇 你還未算是閃師傅 那些 你真是 閃師傅 是啊 如果你這四個不是 那你跟著閃師傅那些 就來了 嘩 每個人都說不是 林鄭連任 有沒有說 她又不像是 現在都沒有人 像是架空 現在就不是林鄭被架空 而是特首的位被架空 不是啊 特地那個煙幕做得很漂亮 都不知誰是 大家好像看得到懸疑的案件 是啊 華登 每個人都不像 究竟誰是兇手 都不像 是啊 似是而非 那一刻才厲害 是不是 為什麼這麼說呢 就是讓你們去研究一下 究竟哪些真是有心的人士 在這段時間 樂手樂力 為香港 展現得到他幾位香港 是不是 如果真的到時候 葉劉和習大 純粹幻想 如果葉劉出來參選 又當選的時候 七一 走來招呼習大 習大說 你不是就是傳說中 連登港那個 哈哈 哈哈 面都紅了 面都紅了 是不是 不是啊 習大面紅 看到美女 笑容最可親 這樣 這些真的不會說 有時候這些事情 就是每個人對那個 政府做的那件事 每一件事 都有不同的自己的看法 但是 到他自己真的 落手落腳去幫忙 就是做的時候 他又會不會好像 現在他自己說的那樣 一樣呢 這是成問題 是不是啊 那麼 林鄭今次找中醫藥的專家 去幫一些安老院社的老人家 去治療他的重症 病症 或者甚至乎 怎樣去治理好他的身體 我覺得 你說慢一次 都比沒有好 是不是 那麼 起碼可以幫助老人家 的身體健康 那你 不是一下子 叫他吃西藥已經是差很遠 不是 說真的 你如果找西藥症 這些老人家症 只是Omicron 是沒辦法搞的 是啊 因為你根本上說出來的那些老人家 全部都有長期病患 全部都有慢性病 你老過你就知道了 嗯 是一定會有的 沒有的就是不告訴你 而已 沒錯 那你會找中醫去調理他的五行 即是他的五行 即是他的五臟六虎 是 不能說你只是治療那樣 然後把他扔出來 轉個臺下 這樣 是吧 中醫就幫到他們 沒錯 你把脈就知道他心肝脾肺腎 哪裏哪裏 就跟他補補撞 是 他不是西醫就吃 沒有病毒量 他轉個臺下死了 就算進入他 對吧 這是一個不好的治療 沒錯 行不行全面 至少大家 或者由董伯年代 搞中藥講之後 到這一刻 中藥再加強 或者大家更加了解深一點 他對平時的我們 如何治療好身體 或者令我們自己去 修復好身體 抵抗外來的病毒 在這一刻 無論接下來的波疫情 都好 如果你能夠避重就輕 或者用中藥去幫到自己 可能差很遠 因為有時候 西藥 它真是 表面的東西 等跟指腦痛藥一樣 沒錯 是吧 吃得西藥多 大家都知道 未必是一件好事 當然我不是說中藥 完全天下無敵 但是都是 各有好處 只能這樣說 我們要了解得多些 才能知道哪一件好 哪一件不好 我覺得這也叫做做一件 所謂的好事 始終老人家 在這一波疫情裡 他們是其中一個 被高危的一族 對吧 也樂見 林鄭用這個方法 去保障老人家的身體 那也是一件好事 好過你跟我說 找一支專家回來 跟我硬推銷幾十支針 不是說疫苗的針 你說流感針 什麼針 全部都是西藥的針藥 這件事我聽起來都舒服一點 是啊 沒有那麼反感 因為中藥比較溫和 一點點 看著怎樣吃 是的 那比西藥好 無論如何 這次是第三次來選特首 就期待他 三顧草勞 三顧草勞 究竟會不會是第三次讓他得米 如果他參選 就拭目以待了 好 下一次再跟大家說 其他新聞 拜拜